為您插播指揮中心最新記者會 那所有的検檢都是陰性 是說他只有17號是陽性 15到19都陰性 那後來21號在檢驗也是陰性 那所以他就疏遠了 問問他會在病內 因為他可能有說關於20幾個人嗎 那你去檢驗什麼情況 在病內為20幾個人 都是陰性 檢驗都是陰性啊 二十一人 排檢的二十一人 那他的核酸檢測跟血清漿粉 都是陰性 不好意思想請問一下 就是 到這裡請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總統有申部說會逐步開放 每株每牛鏡 他那個副總會有說 就是已經做過風險評估 那大家 我想不關注的是 那這個評估報告會出來嗎 大概什麼時候會出來 我們也聽到了 台灣今天新增了 一個境外移入確診案例 是一名男子 他從菲律賓工作返台 後發現確診 那麼目前國內累積 來到了488個確診案例